我们常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,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富贵家族,但最成功的家族,一定是四川流氏兄弟,流氏家族的几个兄弟,是富豪排行榜的常客,四兄弟用当年一起创业的一千元奋斗三十年后缔造万亿资产,今天我们聊聊这个传奇的家族。 流氏家族有四兄弟,大哥刘永炎,老二刘永行,老三刘永美,老四刘永好,四兄弟名字连起来就是言行美好,主,由于当时家庭生活困难,老三刘永美被过季到陈姓人家,故改名为陈玉鑫。 流氏四兄弟中最有钱的是可能是老四刘永好,他还是民生银行发起人,与马云私交甚好,一起投资了很多高科技企业,包括巨无霸蚂蚁金服,以及老二刘永行,五百七十亿,四兄弟资产总和保守突破三千亿。 1982年,流氏四兄弟凑齐了一千元人民币,创建希望集团,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,经过发展壮大,希望集团曾被工商局评为中国最大私营企业,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。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,四兄弟也就面临着分家,但亲兄弟明算账,流氏兄弟在公平,和睦的前提下分家,分家后四兄弟各自继续沿用希望品牌进行再创业,如老大的希望集团,老二的东方希望集团,老三的南方希望集团,老四的新希望集团,及兄弟虽然产业分家,但兄弟齐心,在产业上互相支持。 兄弟齐心创业,成功后和平分家,在商界传为佳话。 刘氏四兄弟的产业遍布饲料,旅店,金融,投资,房地产等等,分家后的刘氏四兄弟,都曾上过富豪榜,其中,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,都曾当过中国首富。 2001年刘永好以82亿成为中国,大陆首富,2008年刘永行,以204亿成为中国首富,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 如果刘氏四兄弟不分家,或者资产总和,就会超过李嘉诚,马云,许家印,成为中国首富,说刘氏家族是中国最富裕的家族也不为过,四兄弟的公司总和起来能超过华为,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。 四兄弟全部飞黄腾达,这种情况实属罕见,是刘氏父母对孩子教导有方,还是其祖上显灵呢?